香港球壇再現打架球醜聞 原來早已有跡可尋 市面出現一種睡眠水 網民喝了, 不止瞬間斷片 醒後還全身赤裸 為了解他的威力 幸美再次以身試水 馬上凍張細亡 香港球壇竟然再次出現打架球醜聞 日前廉政公署拘捕了六名人士 包括港超球隊香港飛馬的織球員 涉嫌打架球, 操控賽果 被告人士還包括08至09年度 香港足球先生 現職香港飛馬助理教練兼球員的 李威廉 由於事態嚴重 香港飛馬球會已經在網上發聲明 說攝氏球員會在網上發聲明 有些事的球員已經即時被暫停職務 表明在賽事做出非法的行為是零容忍 查明屬室計劃會嚴肅處理 上次在香港揭發打架球事件 是兩年前的魚丸打架案 這次醜聞在現 球壇人士說之前都是有跡可尋 當每一次我真的去到的時間 我都看到譬如在很遠 他們有人拿著望遠鏡 拿著電腦 或者我不知道 總之拿著一些東西 當有換人 或者是有入球、失球 他們有做登記 我都問教練 為何會有人這麼有空 他們說不是的 可能很專業 我們說笑就說 可能很專業 寫著球評 當然這個一定不是球評 那些人你覺得 是否想找球員去踢架球 我個人覺得 譬如有人投入了在某一隊球 我要他贏 那些才去找 網站不需要找你們去做任務 值得留意的是 這次懷疑打架球事件的幾場賽事 竟然是發生在港超的預備組 其實甚麼是預備組 預備組是甲組的第一個層次比賽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 譬如港超聯正選那些 就是打甲組 為甚麼會有預備組的產生呢 就是有時 我們有些受傷的球員 或者新來的球員 或者很久想著沒得打 我們便會放在預備組上踢 這些賽事 平時根本很少人留意 為甚麼要在這些 那麼不起硬的賽事裡面 挺而走險呢 原來是跟內地的 外圍賭球集團有莫大關係 我們在網上 找到很多內地的投注網站 都清楚列明香港的足球賽事 甲組聯賽或者預備組賽事 都一一找到 除了有賽前的資料提供 即時比分 還有球隊的走勢 和賽後的資料分析 令人更加容易投放注碼 我自己發覺 不只是預備組 或者月組、丙組 或者甚麼 我看很多不同的網站 他們的介紹 其實是甚麼類型的比賽都有 始終可能有很多賭博 我知道他們不是一個國家 例如用一場港超 搭一場應超 或者搭一場別的聯賽 再加一場預備組的聯賽 不同的賽事都會有 近兩三年來 足球總會對於 超級聯賽的監管很嚴密 他們不是那麼容易 在一場超級聯賽那裡造假 但是預備組 一般沒有被人注意到 又是比較年輕的球員在這裡踢 有時真的受不到金錢 他又說不知不覺做錯了事 其實這次涉案的金額只有九萬元 當中還要涉及四場賽事 照計除開每個人所收的錢並不多 為甚麼他們還會以身犯險 有人歸咎職業球員的薪金太低 其實應該在足球來說 不可以說太低 以我自己的東方農師來說 我們最高的薪金 在華人來說超過十萬元 最低的有萬六人 你說是否很低 我經常鼓勵球員 為何你不去爭取會更高呢 而兩位年輕球員也說 將興趣發展為職業已經很難得 其實所有行業 每一個行都比較低 但我相信如果你真心看足球 無論多低 你都會很享受 不關金錢的事 入行最重要是捱得辛苦 只要你堅持下去努力一點 最後一定會高人工 最重要是你肯捱 所有事都肯捱 你才可以捱出頭天 有句話就是捱出頭天 是誰呢?是誰呢? 以香港入境處和內地公安 查案為理由的電話騙案 連續幾天都發生 昨天有人中招 是,有一位女設計師 被假冒的入境處職員 和內地公安的騙徒 說他捲入了使用假護照 和洗黑錢案 要他提供銀行資料 以及叫他交出保證金 以示清白 結果他被人騙在職速之餘 還要問朋友借錢 總共被騙了九百萬元 是今年以來 最大一宗金額的電話騙案 其實我自己也收過 一些自稱入境處的人打電話 不過那時候開會就先收了他 這期張強共挽 下次我有空,辦律師跟他玩玩 方中信,甚少公開露面的他 今天和一群律政強人的演員 一起出席謝思宴 不要看他平時的樣子有點酷 他很酷地,幾位劇中的徒弟 在台上斟茶給他的時候 這個師傅不知多麼鬼馬 一個就是飛躍 女貴臣,現在很無線力童 多喝多喝 已經喝光了 有點凍凍 好 這個真是Mandy的,很爽 好笑 好笑… 男兒室下有黃金 難怪師傅也要贈他一句吧 我說可以是最佳非有男子 我選 台上鬼馬百炎 台下他一樣是大家的開心果 志民還大包 他在休息的時候 最喜歡在褲袋裡拿東西出來 娛樂一下大家 究竟他會拿甚麼師傅的東西出來呢 例如看黃志民的漂亮照片 還有笑雲 角笑雲 阿簾那些,幾十年前那些 對 電端頭髮的照片,挺好看的 他多數拿出來,找完之後… 驚心動拍攝 挺開心的 拍攝開會戲,有十幾場 在廠裡,大家都悶悶地 就找些東西來興奮一下 吳與非久休復工 以DTV野艷形象跟大家見面 Carrie在年初宣佈停工 享受新婚生活 眨眼睛快一年了 期間他怎樣享受這個假期呢 我真的休息 其實,因為自己入行十幾年 其實每一年都不停做事 我都沒有停過 反而結婚之後 我就覺得,不如趁這個時候 讓自己真的休息一下 我真的做一些我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例如呢 首先,煮東西吃 這個要學習的 我又會回學 我又會不停做運動 我最近又學習打拳 真的… 對,很多事情我以前沒機會試 我現在真的去做 傳聞Carrie是因為怕停工太久 而被新人攝毀兼備唱片公司遺忘 Carrie就說大家想多了 我跟他說,其實我挺想做音樂 我說其實休息完 其實都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可以再錄一首歌,再做音樂 我們現在可能開始在尋找歌 跟監製聊一下有什麼可以玩 早幾天,英國喬哲小王子和父母 還有妹妹完成了加拿大探訪之後 小王子當然成為焦點 而大家就很喜歡她的短褲長褲 覺得非常有趣 真的很有趣 不過其實小王子 無論冬天還是夏天都是穿短褲 說起來好像是 對,因為其實穿短褲 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傳統習慣 褲在英國會用來分別年齡 小孩會穿短褲,男人或八歲以上的男人 會穿長褲 我還記得我以前讀小學時 學校指定一定要 無論冬天還是夏天都穿短褲 就算冬天我又不太覺凍 但我想現在家長一定不肯過去 Ashley,你自己又喜歡穿短褲還是短褲? 看我這麼粗魯的性格 其實我喜歡穿短褲多一點 我們首先休息一會,待會繼續東張西望 回來第二節,東張西望 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張照片 照片裡有三位女士排排坐 在公園的一張長椅上休息 聽起來其實也很普通 沒錯,我一開始看都以為是 但看清楚一點,看到長椅的座位 看起來好像透明一樣 三位女士變成好像坐無影椅子一樣 變成網上的討論 不斷分享和熱烈討論 其實有些人猜是否一張長椅 安裝了一些小型可收納式的座位 所以才造成錯覺 其實據我說,有可能是被人批圖 把椅子撿走了 跟大家開玩笑,其實也無雙大雅 但如果吃下肚的話,大家要提高警覺 沒錯,有一瓶聲稱可以提高 睡眠質素的睡眠水 不同人喝了,又不同反應 我們有位同事以身試水 當夜是幸美 斷片酒早前熱控傳承 熱潮未過,日本又出現另一款 據說喝了不止斷片 還要傳承,俗稱為脫衣水的睡眠水 傳聞中的睡眠水在香港有得買 究竟是否真的像傳聞中那麼神奇 在香港又易不易買得到呢? 近日有日本的網民指 喝過這種脫衣水之後 不止即時分睡兼斷片 睡醒之後 還看到自己全身赤裸光脫脫 分睡期間,他做過什麼 完全沒有印象 這些水最近已經撒入香港 我們在上水多間的藥房和化妝品店 都看到有得賣 價錢由17至28元不等 銷情還相當不錯 大概一天可以買到多少瓶呢? 有時候幾十,有時候銷量比較好 照近再多一點 很多藥房都入定貨 似乎對這隻水的銷情相當看好 不過市民又認不認識這種產品呢? 好像叫做什麼睡眠水,是嗎? 對…你有買過嗎? 我沒買過,但聽說過 你自己會不會買呢? 想睡著的時候試試 如果他說幫助你睡覺 你會不會喝呢? 不會,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其實自己是不是怕喝完之後 會脫衣服? 有,有一點點 是嗎?為什麼? 因為自己有東西嘛,是不是? 被人拿了,什麼都不知道 或者被人偷東西都不知道 對 喝完… 到底這支看起來 好像普通蒸餾水的睡眠水 是否會令人瞬間斷片呢? 裡面究竟又有什麼成分呢? 在賣這隻水的店舖負責人就說 現時所有貨都是水貨 所以瓶身上的資料全部都是日文 我們翻譯資料 發覺它主要的成分有 香料、養金谷精華、糖 維他命C和L茶胺酸 當中是什麼成分會令人紛紛入睡呢? 瓶上面寫著聲稱 可以有助放鬆心情或者睡眠的 就是茶胺酸這件事 那茶胺酸是什麼呢? 其實茶胺酸是一種胺基酸 除了在這瓶水會找到之外 其實我們一般在茶裡 尤其是綠茶 也會有茶胺酸的成分出現 茶胺酸對我們的身體 為何又有沒有副作用呢? 由於茶胺酸並不是一些藥物 所以其實它的所謂副作用比較少 不過曾經有研究顯示 如果被一些老鼠 飲用很大量的茶胺酸之後 發覺它的血壓會有偏低的跡象 為了求證這隻睡眠水 是否真的令人入睡 甚至出現傳聞中令人分睡 或是不自覺地做出荒誕行為的情況 我們的主持恆美決定以身試睡 為了確保它的安全 當晚的測試是在醫生診所裡進行的 未飲之前 醫生先會幫恆美量度血壓 心跳和血氧氣的含量用作指標 監測一陣測試期間的生理變化 繼斷片酒之後 又是我吳恆美 跟大家作出另一次嘗試 這次嘗試的是 傳聞中叫脫衣水的睡眠水 說回我現在的情況 昨晚我有很充足的睡眠 現在還沒覺得眼睡 不知道喝完這瓶水之後 是不是真的像傳聞中一樣會睡覺呢? 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好了, 這裡整杯我會喝光的 喝下去有一點甜味 還有一些蜜桃的味道 幸美一口氣地喝光整杯水 真是喝了差不多大半瓶的睡眠水 喝完之後, 他就好像平時睡覺之前 先休息大約三十分鐘 然後上床準備進行測試 醫生, 我在睡覺之前有什麼準備? 在未開之前, 我們想多拿一些數據 包括你的血壓、心跳和氧氣含量 當你睡覺之後 我們會繼續監察你的心跳和氧氣含量 看看喝完水之後 你有沒有一個不正常的生理變化 好, 現在你可以先睡吧 好 你現在的血壓是120, 72 心跳是60, 含量量是99 跟你剛才還沒喝之前 量度其實是差不多 是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有一點點睏 不過還未至於立刻睡得著 好, 你現在睡覺吧 我不管你了 好, 晚安 在這個陌生環境, 幸美是否也很容易睡著呢 又會不會分髓斷變呢? 在頭三十分鐘, 她也很平靜 身體的動作不大 三十分鐘之後, 就有點動靜了 她的口還不斷輕力開合 似乎睡著了 現在毒素, 氧氣含量是98 而心跳慢了一點, 54 我相信她現在已經睡著了 再過大約三十分鐘 我們工作人員靜靜入房檢查攝錄機 從開門到處離開, 幸美都沒有反應 似乎睡得挺倒楣 接下來, 她會不會不自覺 做出一些失常的舉動呢? 多看三十分鐘 她只是有輕微的動動 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動作 我們正想測試一下她是否分髓 甚至推都不醒 誰知道還沒動手, 她已經睜開了眼睛 剛才睡覺初頭有點睏 不是立刻說一睡就能睡到 然後睡在床上睡著 就開始真正正入睡 不過我是睡著了, 之後又醒了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去到外地工作 我也比較難可以睡得著 因為我通常在山寶床 我都比較難可以睡得著 變了可能也有少許幫助 喝了這些水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 好像很累 很累, 軟糯糯糯的感覺 不知道是否因為睡得不太好 你睡一會兒又醒一會兒 睡一會兒又醒一會兒 變了一個人也很累 短短幾個小時的睡眠測試顯示 幸美的確是睡著過 不過睡眠水是否真的有助入睡呢? 營養師和醫生都表示 是因個人的體質而異 至於喝了之後 是否會出現傳聞中的脫醫舉動 醫生就說有所保留 如果根據裡面的成分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原因就是這些成分 其實茶胺酸或者其他東西 都是令人比較放鬆 你剛才好像網上說 整個人好像昏迷, 沒了知覺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雖然是這樣 不過不是人人都適宜喝的 有什麼人盡量不要接觸茶胺酸? 小朋友、孕婦就盡量不要 還有一些長期病患的人士 例如吃血壓藥 甚至乎吃情緒藥 跟情緒有關的藥物 都不要亂試 我想你喝這些之前 先知宣醫生的意見 就比較穩妥 雖然測試結果對身體不算有害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大家都不要亂試 Ashley, 你試過失眠嗎? 或者失眠的時候 通常會用什麼方法令自己再睡? 我發覺越闊著眼, 我就越睡不著 所以我就會選擇睜大眼 眼睛周圍看 看著看著真的會睡得著 你的方法也挺奇怪的 我自己睡不著 就不會留在床上填 我通常都會隔起來 拿本書看 最好看故事書, 放鬆一點 說到故事 其實我們身邊 每天都發生不同的小故事 每一個都可以觸動我們的心靈 一分鐘可以講到什麼故事呢? 一分鐘的故事又可以怎樣觸動人心呢? 一分鐘一分成這個節目 將香港五十個真摯, 動人 發人心醒的真實故事拍成短片 透過電視呈現觀眾眼前 你好, 我叫Jason 跳舞令我知道 和溝通其實是很重要的 在表演的舞台上, 是無分隔限的 最重要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發揮到他們自己 Jason雖然聽不到 但都能夠用心感受生命節奏 我將來想做足球員 我喜歡那個明星也踢, 尼瑪 因為她三年級就已經參加全港的比賽 獲得最佳運動員的獎項 我不想玩, 我想踢球 Smiha雖然是少數族裔 但憑實力, 她在香港踢出未來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寶怡, 傻妹 傻婆 寶怡, 對 怕她忘記我 林先生患有認知障礙症 同時也是運動神經元退化的病人 俗稱漸動人 丈夫雖然患重病 但太太不離不棄 燒著陪她走每一步 節目今年3月開始在翡翠台播出 不僅在社會引起正面的迴響 還在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中 獲得相當纏烈的排名 深信她透過充滿生命的真實故事 已經將正面積極的信息 帶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這個節目在J5逢星期一至五萬十點半會重播 Asia, 你猜貓可以最長命多少 我猜十幾二十歲左右 我在網上看到一隻貓叫Nutmack 剛剛三十一歲, 即是人的一百四十一歲 被譽為全球最長壽的貓 Nutmack在二十六年前主人收養了牠 去年雖然中過風 但復原得很快, 還越來越強壯 不過始終都是老人家 這隻貓每朝五時起床就要食物 聽起來其實真的很像人一樣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沒什麼是沒可能的 只要相信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是時候跟大家說, 再見 再見 美國太空總署列出多種室內盆栽 聲稱可以除去空氣中有害毒素 甚至吸收輻射 真是假的? 我們選出當中六種進行測試 貓、狗、天生、得意、可愛 誰知道都是被人猴天加工 剪耳朵、剪尾 很多人甚至買了這些加工寵物 都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規管 留意東張細亡 字幕製作人 Nord